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今天的誓言 追求幸福人生的发愿文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不生气恼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没有要求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不出恶言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不离欢笑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常起慈念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常说爱语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和气相处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慈爱再怀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不停善行 我发愿 我一天之中不被善道 愿所有的众生 谢佛安宁 内心满足 让我们心中无限的爱 遍布整个世界 无论是宇宙的哪一个角落 都没有丝毫的障碍 愿恨和敌意 愿所有的众生 内心快乐 不论我们 看不看得见他 他们 不论他 他们在远处 或周遭附近 已出生 或尚未出生 愿我慷慨施舍 乐于帮助别人 愿我身心清静 做人正直 朴实无华 品性良好 不起恶念 愿我不自私 不赞有 而且大公无私 甚至牺牲小我 愿我聪明伶俐 能够把真理和知识的好处 告诉别人 愿我努力精进 勤奋不懈 愿我能容忍 并宽恕别人的过失 愿我能信守 自己立下的诺言 愿我能坚决勇敢 有毅力和恒心 愿我能仁慈 友善 富有同情心 愿我能谦卑 愿我能谦卑 平和 临近 沉着 安详 愿我能迈向完美的道路 而且能完善地服务别人 受随 ordinary人 幸福就不做〕 愿我闲倒 优优独播剧场——病毒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发愿文与大家共勉 也可以在每日早晚课后 念完这发愿文后 再来回向 每天只要是醒着 无论行、坐、坐、卧 一个人就应该保持着这种慈悲的胸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自己慢下来 让自己慢下来 不一定是指禅修的情况 把生活的步调放慢 多注意自己生命的内心和周遭环境 让心思安稳下来 不再匆匆忙忙地要去完成某些事 这些都可为之慢下来 日心愿意的现代科技 能够帮人们节省下不少时间 却往往不能让人们真正过得轻松 人们往往是拼命心情工作 然后再用换取的金钱去消费 若是物欲多的话 更常为了钱财不够而奔波困扰 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以前更快 更加繁忙 甚至忙到没有时间 好好享受生活 我们越忙越穷 如果想脱离这样子的循环 不妨从现在开始 就抛弃这样的生活方式 好好慢下来享受生活 例如早一点起床 享受早晨自在悠闲的时光 吃早餐时 细嚼慢咽好好品味 打承交通工具时 保有一份轻松的心情 给自己多一点空间 练习活在当下 大多数人的休闲 似乎是慢下来的生活 例如上网 看电视 逛街等等 然而做这些活动 不一定就是慢下来 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在打发时间 并没有真的让心放松自在 如果想要忘记压力 让自己慢下来享受生活 可以多多亲近大自然 到户外走走 心情轻松时 精神方面的压力 也就会跟着小一些 让自己慢下来慢一点 让内心找到真正的轻松和平静 这是对现代人而言 非常重要的课题 感谢观看 慢下来的生活 能让人体会到人生真谛 慢的生活节奏意味着 你与自己的心更亲密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报佛脚 接族是佛教礼仪之一 在汉易佛经又分作 头面接族作礼 起手接族 领礼双族 头面礼族等等 及行礼者以佛 museums 以华以佛贵方式伸出两手 承接 辅伯 寿礼者之双族 并以头额处之 印度文化认为 人的身体里面 以头为最尊 足为最卑 因此以头礼足 便代表了尊敬之礼 在佛经中 弟子就常以头面礼佛族 表示无上尊敬 敬信 直到今日 佛教仍有此礼仪 中国古时也有看起来 像是报佛教的街族 捧足礼仪 在台湾 今日似乎已经没有 这样礼敬习惯 不知是否与流传的俗语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佛教有关 这个典故是出自宋代 曾世南的幻游记文中的故事 相传古时后 有一个主要信奉佛教的国家 国中有一个人犯了砍头死罪 而他在被追捕时 便跑到寺庙中 归在佛像面前抱住佛教 身心表示忏悔 期盼自己可以逃过死罪 因此 后人便用报佛教这个典故 来比喻平时没有准备 努力 事到临头才慌忙应付 找人帮忙的情况 有些人就像是这故事中的主角 往往在遗难来时 才想到佛的庇护 事实上 佛菩萨看重的人心 并非求取之心 而是真正的向善向道之心 因此 若是平常积极累功积德 自然就能逢修化极 而不需要临时寻求佛菩萨的大力庇佑了 佛教徒平常必须累功积德 离佛供养只是其中方式 然而一旦遇到困恶 回难时 还是会祈福 以求平安顺利 因此 临时抱佛教并没有错 重要的是 平时要烧香 时时修行 以长养不治资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学佛法 累积福德 绝对没有所谓的假期 片刻都要在身心下功夫 这态度就是佛一直强调的 精进不放异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互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南投峰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5月14日 星期日上午8点半 戒杀卢树 故声点灯 供水及蔬食饗宴 法会地点南投峰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号至86-14 恰询电话 南投峰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公募福恩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峰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即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上字下诚法师祖法 日期5月15日星期一 到5月16日星期二 恭送大佛顶首愣言经 5月16日星期二 圆满日 下午三点 释放余节宴口 法会地点 起源疏食百会 素食餐厅 彰化县 圆林市 大同路一段 455号三楼 恰询电话 南投峰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那么我们接着说 这个九五级一行人 他们离开了三叶寺 往这个捏堂的方向前行 途中 九五级的另一个大弟子 摩义师 在他的盛情 邀请之下 九五级便决定留在 拉萨小柱 而且参观了 现在的大昭寺 九五级刚到 大昭寺门口的时候 就在迎请他的队伍里面 看到有一个身材高挑 皮肤泛白的人 对他大喊 欢迎大奔之大 胜利胜利 见到之一幕呢 九五级呢 立刻翻山下马 要冲过去 大家呢 一旁面面相去 一脸猛然 就问道 请问您这是在做什么 九五级说 难道你们没看到 有一个皮肤很埋的人吗 大家纷纷点头 都说 看到了 那有什么特别的吗 尊者答道 那位是我的本尊观音菩萨 我想到面前去礼拜 但是追不上他 不管怎么说呢 接下来呢 就是九五节 就进到大昭寺里面 进行参观 当时呢 他见到一尊 吐蕃时期的 国宝级观音相时 心中为之一振 说自己从来没有 见过比这 更惊艳 更殊胜的观音圣像 他跟个观音本尊呢 毫无二致 于是呢 就做了许多许多的供养 接着呢 尊者又见到九五佛 他再次发出感叹 这跟释迦摩尼佛 没有任何差别 这就是佛陀本尊 于是呢 就马上找来了一位 尊尼佛尔 也有可能是印度的一个画师 吩咐他画一幅坦卡 要跟九五佛一模一样才行 于是呢 这位画师就画了一幅 五尊佛陀 九五节一看呢 说道 不像不像 重新画 所以呢 画师又画了一幅 可九五节呢 仍觉得不够满意 总之呢 就这样 反反复复 一共画了七次 终于呢 到了第七次的 第七府的时候 九五节才 比较认可 于是呢 就把这副坦卡 留在了他的身边 作为这个祈祷的对象 后来呢 虽然呢 他想把这副坦卡 寄回印度 但一直没有机会 最后呢 这副坦卡 就留在了 你当死 至于现在何处呢 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那么九五节在 住在这个拉萨的 这段时光呢 莫医师等很多人呢 从尊者处 领受了很多冠点 同时呢 他们也一起翻译了 度母成就法等等 不少的这个密法典籍 尤其是在莫医师的 恳求下 九五节 开演了中观新论事 思泽业 当时所讲的这些内容的 精华和口诀呢 都被翻译成了藏文 现在也可以看到 与此同时呢 尊者也讲说了一些有关 绿点的内容 不管怎么说呢 九五节来到藏地之后呢 原本呢 心里有一些 弘法力胜的想法和打算 比如说呢 上唐课我们提到啊 小乘有四个根本部派 大众部 说一切有部 上座部和正两部 而当时呢 藏地的僧人 所受的这个出家戒 全部都是来自这个 说一切有部 而九五节呢 想要将另外三个部派的戒传 也都传入藏地 这样一来呢 藏地就可以完整的具备 三个部派的僧团 但是呢 由于在此之前呢 印度的部派之间 就有互相争吵不合的先例 因此呢 Djomdunba就觉得 藏地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就制止了九五节 建立四部僧团的打算 所以呢 甚至今日呢 藏地所有的僧众 都是属于 说一切有部的僧团 僧团 总而言之呢 九五节的这种种种计划呢 最后 最后呢 都未能实现 连他自己也感叹到啊 不让我讲秘法 不让我讲这个 朵哈金刚歌 现在连僧团也不让我见 那我来藏地 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呢 几十年之后 米勒尔巴尊者也曾经对 港伯伯这样说过 藏族人太笨了 不让阿底侠尊者这样的精通秘法的人 讲说秘法简直就是愚笨之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